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麻州7月失业率全美最高 麻州将为学校提供新冠快速移动检测站 司法部提出上诉再次要求判处波马爆炸案凶犯死刑 麻州经历数年来最干旱的夏季 四分之一地区遭遇严重旱情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21号上午发布的数据显示 麻州再次成为全美失业率最高的州 劳工统计局一份新闻稿中称 麻州7月失业率最高为16.1% 其次是纽约州为15.9% 这一数字低于6月份的17.7%的失业率 当时麻州的失业率也是全美最高的 据估计 麻州在7月份增加了72,000个工作岗位 但自2019年7月以来 该州已经失去了45.2万个工作岗位 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出现上升 麻州州长贝壳在8月份暂停了重新开放计划 最近的数据显示情况有所好转 该州7天平均检测阳性率为1.3% 是数周来最低水平 麻州卫生官员将开始向提出要求的学校 提供新冠快速移动检测站 与此同时 麻州州长贝壳继续鼓励 新冠病毒低传播社区的学校 开放全线下课堂教学或混合教学模式 如果学校符合某些标准 那么政府便会部署移动检测站 周四20号 麻州报告了12例新确诊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和260多例新增病例 使该州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增至近8,660人 确诊病例总数超过11.53万人 司法部门计划再次要求将查尔纳耶夫判处死刑 此人被控于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有关的30项罪名 这一决定是在麻州联邦上诉法院上个月推翻了查尔纳耶夫的死刑判决之后做出的 改判的理由是负责此案的法院没有对陪审团成员进行细致的筛选 从而导致了一些陪审员带着偏见来看待这起案件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周四20号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 司法部将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 巴尔对媒体表示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我们将它带到最高法院 我们将继续寻求死刑的判决 不得不承认麻州很多城镇都在这个夏季 都经历了破纪路式的炎热和干燥 所有六个新英格兰州的整体干燥状况 在上周都有所恶化 现在麻州超过25%的地区 被认为处于严重干旱状态 新罕布什尔州超过20%的地区 以及缅银州超过45%的地区 也经历了同样的状态 就在上周 麻州宣布该州进入二级干旱状态 敦促州和地方官员重新重视水资源保护 以上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